嗨大家好我是吳瑋 我是張宇全 板大啦 我們的台灣魔術廣開協會理事長好不好 今天來為各位介紹一下這幾天 奇異剛寄給我們的一套 首先是這個齒輪三階 看起來跟 鬆鬆的耶 沙沙的 等下齒輪第一印象就是藍藍 藍藍是齒輪方塊的專家 基本上就是各種變形 變形再變形的齒輪 藍藍都做 大概也想不到別家在做這個 但真的做得很專念 這個就是齒輪 蠻經典的齒輪改的那個專法 它不是貼紙喔 它是貼片喔 黑色是底色 可是它的顏色就是 外貼的貼片上去 齒輪的貼紙通常都很容易掉 因為它會有一些塗出去 它很細小 那那個很容易掉 它直接做成貼片呢 就遞擰到這些問題了 而且它還有附這樣子的解法 它也不是隨便放一個齒輪通用的 像這個就是齒輪三階的解法 光看這個真的是很用心啦 我給你看試試看 我覺得它轉起來其實蠻順的 欸很順 這個沒上過油嘛 沒有上 剛開而已啊 很輕啦 比藍藍的輕啦 也很鬆 因為藍藍的它整顆鎖的就很緊 轉起來就可能要上一點油要濕一點力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這樣的一個舒服 比較滑的一個手感 不用濕太多的力在這個方塊上 沒什麼不好啊 各有優缺點 因為藍藍的那個是很紮實 如果要講質感的話 應該藍藍那個會好一點 因為它整個就是很厚實 那這個就比較像玩具 做的很精美的玩具 好來 齒輪球 球狀的耶 不過如果看外型我覺得它應該就是三階嗎 看看看 我來看它的解法 這個就沒有那麼鬆了啦 比較密合的那種感覺 這個其實它 喔 形狀很難判斷 因為它 中間它其實有個九宮格的部分 九宮格的話 要對起來可以轉 它的中心它會長到外面來 對 它其實會有一個 它也是有個九宮格 你變得像一人三層三 九宮格的那種感覺 以迪斯里來說 我覺得這個 老闆真的是 有點辨識上的挑戰性 來 我問一下喔 它這邊寫了一個設計師 齒輪三階是這個設計師嗎 這你知道嗎 我就不太熟了 Rafael or Flynn 這個 對啊 這我就不認識了 因為齒輪三階是很久以前就有的東西 這近這幾年 在做這些疫情方塊 他們都會把設計師標上來 這代表是有經過這位設計師同意 然後來量產開模 那 蛤 這個我就不是很精緻了啦 好不好 這個我就不是很精緻 詳細行形 請恰奇異魔方 來 金字塔 這個我在很久以前 13還是14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就有看過一款齒輪金字塔 是哪一家做的 這我就真的忘了 蠻有可能 是麥菲特系列的 好緊喔 好緊喔 可是它怎麼轉換 它不能轉換 一圈回來嗎 你再多轉一圈看看 啊 因為它要對這個角 這個角落 就是 是會變形的 它是裡面的 三個中 三角形這樣 然後這樣才可以再繼續 那你覺得 你判斷是幾軸 我的直覺應該是四軸 因為它 只能抓著腳轉 對啊 它只能抓著腳 所以這應該就是四軸 應該是四軸的結果 這個外型我喜歡 這可以當那個 這外型很像那個 生武器啊 亂來 很機械化的那種變形 而且 因為一般來說 齒輪方塊的貼紙很容易掉 它這一套全部都是做成貼片 蠻好的 這一點是很大的一個 改進 因為早期如果是 藍藍的話 他們一律都是貼紙 印象深刻很多 那種齒輪粽啊 它不是平面的了 那就更糟糕了 那這樣長出來的 那種突出來的這個 小小片 然後出去又很大一個面積的 那中間接的那個很細的 有沒有 很容易會脫落 會從這邊就跳起來 或是折起來 或是不黏 基本上有齒輪線 我幾乎都有八面體啊 十二面體 有的沒的啊 根據你的經驗好不好 這三顆的難度拍一下好不好 當然講這顆真的簡單 因為這個 怎麼看就是最基本的齒輪的 也是啦 三界一代 這顆我都會 這一顆真的是 不太需要什麼樣的技術 那這兩顆來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難 這一顆 因為這一顆 剛剛轉 我完全看不出它轉的 那或許你看出來 就簡單了吧 你只是難在它 你還沒看出來 也是有可能 對啊 它真的是 變形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這一顆其實我覺得很難 是難在 你很難把它跟這一顆聯想在一起 你光看這個 你就知道它沒歸位嘛 對 但是這個狀態 如果是在這一顆上面 沒有 它還是圓的 那這一顆 難在你還不知道它怎麼解 完全沒有概念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解法 好不好 有欸 天啊 奇異你真的是太有成立了吧 欸不錯欸 你改叫成立好了 不要奇異 欸很棒欸 這一顆 它的解法是最長的 所以表示它很難 但是我決定先不看解法 不要看啦 我們都是屬於這種 不看解法的 不看解法 因為 說實在喔 自己不看解法 自己摸出來才有這種 紮實的成就感 沒有錯 當然你出來後 你可以再去看解法說 是不是跟解法有類同 或者是 完全不一樣 崭新的想法 這是我覺得 自己摸索一個 新的疫情方塊 最有趣 最好玩的部分 爆個料好不好 2010還是1112 那個時候很早了 快十年前的事情 跟那個麥菲特也是見面 在台北 淡水賴 聊得很開心 再講一顆方塊 要買要賣那個事情 好 然後我就問麥菲特 欸你做這些方塊 那你自己有沒有 試著把它解出來 那個時候其實我還是蠻 佩服麥菲特的 有如黃河 江水滔滔不停 十字今日 我們都已經看清楚 這個人 沒關係 這個我們有機會 私下再聊 我用很微軟的方式 我沒有很尖銳的問他 麥菲特 那時候做的方塊 是不掛別人的名字 是喔 後來才有這個習慣 這是Oscar設計的 這是誰誰誰設計的 這樣子 那像他有一個什麼 Otme 那個Skub 然後那一類的 那一種小變形 那你有沒有自己解出來 或是你自己試著解 他就回合我說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community 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自己沒有試 對 他自己不解嘛 我那一次跟他 會面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他自己沒有那麼愛方塊 他不像什麼Sam 那個美國人 那個George 他老公 或是像 我們講的阿強老師 這一類的 他們真的是愛方塊層次 他們愛的是 幾何 數學 那個邏輯推理 演算 他直接就把這個東西 推給他的 所謂的社群 對阿 那一個社群 很多人會 貢獻這些 Nology 這樣子 對阿講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 麥貝特的東西 也不會像 這樣子 複解法 從來沒有在複解法的 好不好 對阿 頂多告訴你一個提示而已 不會很做這麼詳細 只能說 現在其實也不只奇異啦 永俊 魔獄他們現在都 越做越多這種疫情 也很講究了啦 質感做好 還給你附上完整解法 雖然說 我是覺得 不見得一定要 這麼詳細的附 雖然附上是很好 沒錯啦 有附就是你省去了 在另外要去網路上找 卡在最後一部兩步 可能看一個提示 欸我趕快解出來 這未常不是一個好事情 他告訴你怎麼換 喔 都都 順序都寫出來 厲害捏 這跟金字塔的那個代號一樣 當然 當然啦 你就是抓那個角去轉蛋 就是那個代號阿 合理吧 合理 我覺得可以 好啦 就還是想想 再想想 好玩齁 我覺得可以 這個是我一定會收的 那好 這三個我一定會收 好啦我們今天這個開箱 就在這個閒聊跟 嬉鬧之下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就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阿 反大有時間也會去回答 好不好 好啦這一套我們上架 再參考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真的不錯玩阿 收藏阿解題阿 都是很好的選擇 OK 那我們就 就就就這樣吧 記得訂閱小朋友阿 我知道你都有訂閱了阿 OK 我是霧瑋 我是霧瑋 掰掰 欸他紅白這邊看起來好像那個 寶廢球 我覺得比較像那個 新冠病毒的那個 新冠病毒有另一顆更像的 是那個Varipower做的 阿我知道你講的 他那個 32面體的 然後他每一個中 每一個32面的 每一個面中心 凸一個蓋子出來 然後就長那個 簡直就跟冠狀病毒一模一樣 那一顆應該改名字的 叫COVID-19 你知道嗎 也好嗎 我方在超級了 我來一趟 就叫KOL 我來一趟 我沒有 我去